蔬食好时尚 嗨 大家好 我是齐轩 欢迎再次收看 蔬食好时尚 今天春天的行程 似乎不错 你看它容许阳光尽情的灿烂 也吩咐花朵努力的开放 温度也有了夏天的水准 趁着春风送暖 我们来到了 供应阿三哥农庄食材的 蔬果菜园 正逢春耕时期 你看这片绿油油的大地 漫步在生机盎然的农地里 看到大自然充满生命力的景象 哇 突然有一种 希望满满的感动 好 回来 蔬食好时尚 生活最健康 我们赶快一起来去了解 阿三哥农庄 走 今天的节目一样分为三大单元 蔬食上农 我们要来看看菜园里的厚墨菜 萝却 青葱和高丽菜 以及了解令人垂涎欲滴的桑胜 是怎么种出来的 当然春根的甜苗 包括玉米 南瓜 也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 然后我们还要来种洛神花 蔬食上法 要来学做蔬菜沙拉 跟水果优格 内容丰富说不完 节目马上开始 请您暂时放下身边的繁杂 跟压力 让我们一起 蔬食好时尚 生活最健康 嗨 眼前这位可是庄主啊 嘿 哈喽 没错 没错 庄主好 你好 你好 我是齐萱 OK OK 他叫庄主啦 阿三哥嘛 阿三哥 名字不太对 我名字比较长 叫阿三哥的儿子 阿三哥的儿子是庄主 所以说这个农庄名称 是你爸爸的名字 没错 农庄主叫阿三哥农庄 是我爸爸的名字 那客人呢都叫我阿三弟 阿三弟 对 阿三弟 好 阿三弟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种田 这么年轻 是本来就在家里种田 还是说你跟其他的厂组 比较年轻的厂组 都会习惯说 到外面先工作再回来 对 那我的话呢 以前就是从事的都是餐饮业 对 那做餐饮业呢 其实做久了就会觉得说 我们对食材想要越来越认识 那家里刚好务农嘛 对 那其实认识食材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回家种田 认识食材最好的方法 就是回家种田 那我们观众每个人 都要自己种哦 哪有这样子的啊 好 你说你做的是餐饮 对不对 对 那你说这个食材 对 请问你食材跟你做料理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应该这样子讲啦 我们这边做的都是无毒农业 我们都是不用药 不用环境用药 那其实我们呢 采下来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 那做料理上面有没有特别 大家都说这个特别好吃 是真的这样子吗 其实菜只要新鲜啦 我是成熟的时候现产下来的 去炒菜一定好吃 你现在意思是说 只要菜种得好又无毒 对不对 随便挤随便做都好吃就对了 没错 没错 很多人都讲说无毒种菜 如果说以你这一场 就阿三哥农庄的这个 蔬果菜园对不对 你自己觉得你在种的这个过程 跟别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 其实我们这边 跟人家不一样的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叶子上面 都是有虫栋 对不对 对 那因为我们不用药 可以看到蝴蝶都在这边飞 它如果产卵了 后面有虫栋就让它吃 吃剩的就是我们 其实这是一个 假龟绩在拜球头 那我看到那边也有这个 你们的可能是妈妈还是谁 还是有在抓虫 这个是怎么又回事 其实还是要啦 但是就是我们 就是不会去伤害它们 还有很多的生物克制的方式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这边有茶园 附近有很多茶园 会有很多的 茶子的壳 有 那些其实虫都是怕那些东西 你说那个茶树子 外面那个壳 那个壳 虫会怕 虫会怕啊 那你们这边还有茶树 有 那你在所谓的行销啊 你怎么让人家知道到说 新北这么有名 你好像也配合人家活动 然后好像有很多 除了菜之外的东西 都可以让所谓 让我们在外面的这些人 来了 会很开心的在这里享用 不是吗 我们都专门挑这些 在地人会吃的东西 什么叫在地人会吃的 在地人才知道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一种茶 叫龙眼花茶 龙眼花茶 没错没错 像我们这边的萝卜糕 就是特别的大条 萝卜会比里面的米还多 没错 就是我们在地人的生活的饮食方式 然后我们来做我们的行销 好像懂了 你的意思说就是在我们自己 古代到现在 比方说你以前的阿公了 那个时代下来在吃的一些食品 做出来食品 那么可能现在外面买不到了 你们就来做这些 像你讲的叫做 萝卜比桂还多的菜桃柜 是不是 还有呢 还有我们的龙眼花茶 龙眼花茶 还有呢 不好意思 我刚刚讲的茶籽壳有没有 它也可以泡茶 茶籽壳也可以泡 这个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 你把我碰 明明就抠一抠不是吗 不会不会 那个泡起来会有那个 一样会有茶香 我想等一下没喝到 你就知道 好 还有什么别的 对 那其实还有我们很多 很多当季的果酱啊 这类的 然后其实我们 还有我们会做 蔬菜会做一些沙拉 然后还有做一些便当 还有便当 对对 你这边卖便当怎么出去啊 有啦 我们有跟很多的那个 旅行业做合作 所以你在行销 行销就等于说 多通路 多触角的 让大家能够知道 阿三哥农庄 对不对 我刚刚倒是听到一个重点 你这么多 所谓的副食品加工 对不对 有没有可以教我们大家做的 我看这个季节有还满多食材的 刚好 蜗具成熟了 蜗具可以采收 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沙拉好了 刚好 现在有芭蜡又有金枣 我们等一下来做个沙拉 你已经把食材都讲 又金枣又有那个 然后还要有 还要有蜗具 蜗具是不是 不过先等一下 我看你这一片 这么用心的菜园 我想要细细的 再请你帮我们 导览一下 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 你所谓的说 有虫吃的菜最健康 跟你 跟别人不一样的无毒栽种方法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去 OK 好 这个是挂柴吗 它这个叫做柴柴 柴柴 这个英文还不知道耶 从小就吃到大的菜 哦 对啊 你叫柴柴 它的中文叫做厚墨 厚墨菜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以前 乡下人会做的叫 柴柴柴 柴 猪在吃的 哦 是啊 为什么会给猪吃 因为是 原因是 第一个它很好种 很好种 可以长得很多啊 很大叶这样 那以前这些像 鹅仔菜啊 这些菜 就给鹅仔吃的啊 都是给动物吃的 都是给那些 自己饲养的动物吃嘛 我们家那边的地露菜 就是那个 长地瓜的那个地瓜叶 地瓜叶 没什么一样的意思 地露菜嘛 对 但是后来发现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后面变成 它是一个 很热门的一个野菜类的 那你讲成这样的话 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主厨 要教我们做菜的主厨到我家 可不可以把这个带进去料理 可以啊 没问题 等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茶壳啦 这就是茶壳 茶籽的种子的外壳 哦 因为我们看茶籽有时候是像三颗几颗 没错没错 它就是外面那个壳就对了 没错 放这边的作用是 它的作用第一个事情是 它的作用第一个事情是 那个土比较松 土松有没有 菜的根系就比较好伸展开来 它放下去土会变松 对 把它和在土里面 对对 然后拍摄也会变好 对 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壳 那种茶树都有天然的茶造素 对 那这些其实 这些昆虫有些会怕很好 就是会怕这些东西 所以第一个是让土长松 然后它当不当肥料啊 它其实不算肥 它算戒指的一种 戒指 啊 懂了 就像我们现在买很多花 它里面会放很多那种什么 保利笼笼啊什么的 对 那种松松的 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错没错 所以当戒指还可以防虫就对了 还可以防虫 好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 茶子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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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教我拔 你拔这棵我拔这棵 好啊好啊 那怎么拔 一样啊握住它的头 叶子翻起来 尽量不要伤到它的叶子 然后直接拔起来就可以了 一样哦 其实可以用镰刀啦 哦 只是因为我刚才讲这土很松嘛 那你这样讲的话 说用镰刀是它还会再长吗 没有我们就直接 头切掉 所以那就拔起来 到时候切头就好了 没错没错 好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带到厨房去 请主厨看看它能够变出什么料理 好 这个我认识 葱嘛对不对 对 这么简单的作物谁不知道呢 但是它其实葱也很多种 嗯 像我们这种啊 它比较偏向宜蘭那一种 这种俗称都称它为叫大葱 哦 就是那个大公仓 人家做的大公仓 但是我最爱吃的其实是猪葱 哦对 就这个就不一样了 对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底下一颗小小那个 对对那个是红葱头去发表 了解 可是你们这个种法 你说它还是有机 它味道比较重 有辛辣味 是不是这样所以看不到有虫 其实还是会啦 偶尔还是会有些虫这样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说的有机 那这边这么多素叶 难道这也是有机的一个部分 它也算是 因为我们使用的肥料 都有有机认证的肥料 嗯嗯嗯嗯奶奶奶 其实它有酵素嘛 酵素会是分解这一些 这一些糯叶 它就会变成 比较好的一些肥料 所以所有呢 我们所有有机嘛 这些就是encia在地上的东西 不管它是活的 或者是已经枯萎的 都是有机保育的一环 所以水атели 都会回到这个土壤底 它是個食材 可是蔥有些人他不吃蔥的 沒錯 有香啊 很棒耶 有甜耶 好吃耶 那你邊吃 那我們再去看其他地方 好喔 OK 好 我們走 這邊是高地菜嗎 對 沒錯 真的蟲吃掉了沒有 對 都有蟲 都有蟲洞 是正常的 你們高麗菜種多大 我們高麗菜今年種比較少 大概兩三百顆 對… 這大概要多久才能採 這個它大概要讓它 結球到這麼大 這麼大大概再給它個二十天 二十天就可以 它就可以採收了 高麗菜 你們這邊 你說你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副食品 做產品對不對 那高麗菜在你們這邊 你們都怎麼運用的 我們這個都會拿去 第一個是我們會炒菜 這是一定的啊 這不算 對 那我們會拿去做泡菜 做泡菜 做泡菜 沒錯… 那其實主要就是這兩個用途 好… 那對外也都有賣就對了 對外也有賣 我們還會做一些體驗 讓客人來採 我們活動裡面 就會包含採收這樣 年輕人都比較厲害 意思有粉絲團自己來這樣 對不對 對 我們會統一糾團集合 然後沿路會帶刀了 好 你站住 連工工人的錢都省起來 沒錯… 我還要到那邊去 OK 好 我們去那邊 Panasonic Panasonic 夏日有禮賞 人氣登場 買就送多樣精選好禮 買指定商品 最高再賺一萬 這下真是賺飯店啦 Panasonic 台灣第一瓶 連續六年品質金獎 好品質 世界肯定 持續用心 是為了持續給家人更好 台灣第一瓶 一起更好 一起瑞穗 霉菌刷了 其實還在反覆生長 除霉不夠 更要防霉 日本封背心革新首創 清完只要一放 全天候阻斷霉菌生長循環 防霉清新長達六週 哇 好乾淨 日本第一封背清 還有織物噴霧 難洗織物 一噴消臭除菌 就像剛洗過 過多糖分讓肌膚暗沉 我不怕 因為我有 OLE隔糖素小白瓶 突破性研發水潤亮白技術 抗糖美白保濕透亮 28天淡化暗沉 就是看得見 隔糖素小白瓶 OLE專研科學護膚 貴格繽紛麥骨脆 大片草莓 及整顆櫻桃 搭配多彩古物脆球 鬆脆口感 還有多種營養 滿足全家人所需 一吃繽紛 美味滿分 貴格繽紛麥骨脆 小狀況讓你無法全力呼嗎 光吃益生菌 健康只顧了一半 改吃全能型益生菌 天地合補EXX消化菌粉 19種活性酵素鮮分解 200億益生菌 助吸收 上下堅固 全能保護 天地合補消化菌粉 期待今晚的大餐喔 等等見囉 What 感冒來亂 精彩時刻被打斷 有感冒症狀 就用普拿藤服帽 來自普拿藤綠色服帽加強定 含醫師常用處方成分 30分鐘快速有效 緩解症狀 不被感冒打斷 生活隨你精彩 30分鐘快速有效 普拿藤綠色服帽加強定 不適合運動 也不想運動 代謝變差 也阻止不了貪吃的嘴 別怕 試試燒卡AB定 午餐前兩顆小藍 晚餐前兩顆小橘 開啟24小時代謝開關 燒卡AB定 不用委屈 就有馬甲線 M2燒卡AB定 窈窕雙霸主 買音送音熱賣中 這是一場不一樣的戰爭 每一個人都在跟睡衣搏鬥 阿婆婆 強力脫困 特農韋恩咖啡 麥當勞好咖啡 從專注細節開始 靜待萃取 執著高度 在乎溫度 確保一致風味 用新的好咖啡 天天喝剛剛好 全新單品 哥倫比亞紅豹石 七十五元氣 完全符合我的生活的期待 這是還真是人生第一次 你看到那個果實飽滿 然後吃到嘴裡的時候 又是這樣子的 非常非常的辛苦 彎著腰 那個下來 真的覺得 那腰真的很酸 啊 這個 啊 啊 啊 對啊 對啊 踩下眼睛 對啊 踩下眼睛 對啊 踩下眼睛 他們不會快手拍 阿三哥 你們的傷身 沒錯 這是我們的傷身 第一個 怎麼我以前看的都是好高 你們這不太高 然後還可以這樣結實累累喔 對啊 你看它很像倒催這樣對不對 幾歲幾歲這樣子 重點啊 可以長到這麼滿 你用什麼肥還是怎麼種的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去施肥 對 那我們就是很自然的方式讓它整理 就是土地本來的這個養分 就可以把它養到這麼大 沒錯 沒錯沒錯 這樣你們這裡算土很肥 這個意思是不是 沒錯沒錯 自然的地利 然後讓它成長這樣 對啊 當然它這邊陽光也充足 桑生需要陽光充足嗎 它這邊的日照夠多 它養分才夠 了解 那你這個桑生 好像跟我們外面現在看到 在賣的也不太一樣 這種是比較一般的 我們在吃 比較短短圓圓胖胖的這種桑生 你說的另外一種應該是腸的吧 對 它是腸果桑生 那個很甜 很甜 對 那我們這種的用途主要 因為它很酸 沒有到很酸 它就是比較酸一點 那就是比較適合拿來做果醬 做料理 我們小時候當然有看過桑生 可是通常看到的 都是類似這種 這樣子小小一小顆而已 有沒有 你這算是大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這個品種也就是 台灣本來那個 古早那種品種 對啊 這其實就是原本品種 原本就在這 原本就在這邊 你爸爸除了那個 種把辣還種桑生 這樣的概念 他種好多 他種好多 那這個現在還不能吃 現在還太早了 可能還要再給他一個月吧 還要一個月 對啊對啊 他這個都還很綠 再等他一下 好 所以呢 這個桑生要再等一個月 然後還有別的要看 我在旁邊又看到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我帶你去看 你告訴我那是什麼 好啊 看一下看一下 老闆 我們說春耕期間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區就是你們 春耕區 就所謂的春天 要種的一個苗圃都在這裡 對啊 其實春天大多數的週 都是春天種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玉米 還小小的 不要看它現在小小 它以後會長得很高 玉米我們知道會很高 我知道 問題是現在這麼小的 可能比較少人看到 對啊 但是剛種下去而已 這個是前後的問題嗎 不然你看這個這麼小 為什麼這個這麼大 先後 先後的問題 像你們這樣子種玉米的話 這個玉米的品種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其實沒有特別挑種 都是黃的比較多 就是所謂那種甜玉米就對了 沒錯 那這個大概要長到什麼時候 才能收成 也是差不多夏天 大概都是大概七 大概六七十天 六七十天 所以並沒有因為說 它是有機栽種 或者是怎麼樣 它的 栽種時間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那跟人家有施肥的來比呢 其實它施肥都要施肥 但是我們都用的是有機肥 比較不用化學肥料 對… 所以都一樣是用肥料 但是它的栽種期也不至於說 因為有機肥 我要問的是 結果種更久 那就會影響這些 這個小農農民的收益 應該這樣子講 應該是說 如果我們是用採野放式的 跟有施肥比的 一定會有落差 是 這個會比較快一點 對 我們有施肥 像這個有看到有顆小圓栗有沒有 有 黑黑的 黑黑的這個 這些都是我們的有機肥料 這個就是有機肥料 對 它其實就是 貨核土壤裡面的酵素 對… 然後它植物可以長得更好 營養吸收可以更好 了解… 所以這並不是野放行的 而是說有機的栽種方式 對… 好 然後在春耕區只有這些嗎 我們春耕區會種很多東西 像現在我們前陣子有種一些南瓜起來 南瓜 對 南瓜起來了 已經長好了是不是 已經長起來了 已經長起來 滿高的了 好啊 在哪裡 在那邊 好 我們去看一下 走 我們走這邊 好 阿三弟 現在有長起來我認得 這是南瓜 對 這是南瓜 可是南瓜我看到有兩個不一樣的 那邊這個 跟這個顏色長得不一樣 其實就是一般我們吃的南瓜 跟栗子花的南瓜 栗子南瓜 它有黃色花這個就對了 喔 栗子南瓜最近很夯 聽說營養很豐富嘛 沒錯… 那這個怎麼會這麼快 叫春耕 現在才春天的中期啊 還沒到末 但這是種多久了 怎麼已經可以開花結果了 大概一個多月以前就先種了 對 那它會這樣慢慢地爬… 爬上來 然後你看我們這整個有沒有 上面都是突賣網子的 對 它接下來會成為一個南瓜隧道 南瓜隧道 南瓜隧道 就是一般南瓜 大家都是在地上嘛 對 地上可能下雨啊 會有一些濃損的問題 對 那我們把它種在這個棚架上面呢 就是我們在下面走動的時候 上面就是一顆一顆的南瓜 哇 那不是撞頭撞到 是瘋掉這樣子 真的 所以要閃一下 好 你說這些也是春天種的 從南瓜 南瓜現在已經一個多 又就可以長了對不對 沒錯 然後它會變成這個南瓜隧道 對 也是 我記得印象中 小時候的南瓜都是躺在地上 對啊 然後要不就是底架那邊呢 有時候會被蟲咬掉 然後顏色兩邊也不一樣 對 所以你架上這個不錯耶 對啊 問題有一個再一個問題 這個南瓜這樣爬上來 它怎麼會撐得住啊 其實它後面剛開始 它不會那麼的重 它到後面它會開始木質化 木質化代表南瓜採能 就是代表可以採收了 了解 所以等於說 那個瓜在長 藤也跟著長 然後就撐得住 這樣那個道理 它會有 現在是有點像藤蔓軟軟的 但是它南瓜要成熟的時候 它就會 那個重量 要支撐它的重量 它就會變成像木頭 這樣子硬硬的 了解 那這個可以長到什麼時候 就是說採收 那你如果這樣講 它是陸續都可以採收了 對 其實它現在都變開花了有沒有 像這邊已經開始結一個小果了 對 這樣子大概可以收到夏天末 你有沒有印象就是 秋天都會有很多南瓜可以吃 因為南瓜採下來 也不能夠馬上就吃 是 還要放一下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呢 有 我們現在要去種植我們的洛神花 洛神還沒種 也是差不多現在 大概三四月的時候要種 那我可以學著種嗎 可以啊 我們剛好 昨天剛把地都翻好了 真的喔 對 翻好了 確定 還好不用再翻土了 走… 好 我們走… 各位 我們吃過洛神花果喔 然後喝過洛神花茶 但是有沒有種過洛神花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種洛神花 這也是春天的作物是不是 沒錯 我們現在大概三四月都要跟種 但是現在種下去什麼時候會收成 大概是十月 十月 那麼久喔 好 怎麼種洛神花 好 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個地都已經有除過了 都已經有我們根源機先除過了 謝謝 今天終於不用再翻土了 好 然後呢 對… 好 其實很簡單 我們等一下先用腳步先量 洛神花其實一顆會長到我們大概 大概到我們的胸口這邊 那它會一顆很大顆 它是屬於那種灌木型會攤開來 然後所以我們大概抓一顆 大概120公分左右 120公分左右 對 不用真的量 我們大概抓一大步 沒錯… 這樣子 對…不要劈腿 我們等一下就抓這個距離 這邊一顆… 這邊一顆… 好… 那我負責這邊 所以用這邊當定點吧 對… 那往後也要算嗎 對 往後也要算 就是一個四方形 沒有錯 都是120 120 120 一個四方形 沒錯… 那怎麼種你先示範給我看 好 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邊有花的小苗對不對 對…先拿一顆小苗起來 好… 然後… 我們量好距離之後呢 大概這個位置嘛 我們就先挖個洞 只是挖洞埋進去就好嗎 對 挖洞埋進去就好 接下來最重要的是 我們上面要補水 要補夠足夠它的水 這個洛神花苗它現在很小 很脆弱 所以拿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盡量不要去傷到它 我看一下 它不小心就會折到 對 不小心就會折到 但是它還是會活喔 還是會活 但是它會長得歪犀牛吧 所以那個洛神花 它算是生命力強韌還是嬌貴的 它是一個生命力非常強韌的 那這個苗是本來就種 是你們自己育的嗎 育的 自己先育種育成這樣就對了 我們每年到大概11月 大概11月的時候 我們都會留種 講它 我們會有一些比較老的洛神花 我們就留著不要慘 來 因為你說到9月10月才能採收 對 採收完留一些來育種 育種 這個是要育多久 這個大概已經育一個月了 一個月就可以長這麼高 我們然後到那個 溫室裡面慢慢的長大 大概一個月了 好 來 那這樣種就好了嗎 對 那我們把它埋起來 好 來 換我 OK 很簡單 就挖 挖一個洞 埋進去就對了 沒有錯 唉唷 這個沒難度耶 好 就長這樣 然後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 會裂開耶 對 它正常 所以才說要 動作要輕 可是你這個土為什麼看起來有點粗 因為我們這塊休耕很久了 大概休耕了一年了 好 那我們把它搬到這邊來 OK 然後是不是我們就可以開始種了 沒問題 我一盤一盤拿就好了 好 你給我 謝謝 好 然後往後一步 往後一步 對不對 這裡 好 好 好 我們就是把它挖開啦 對 然後跟它一樣 差不多能夠把它埋住對不對 在倒的時候記得千萬要小搓 好 我有注意 因為它有時候黏到把它搓一下 因為它現在還是小小朋友 所以它很脆弱 好 它算幼幼斑 對 算幼幼斑的 好 幼幼斑 你乖齁 記得可以壓一下它 讓它穩固一下 沒錯 沒錯 穩固一下 如果沒有把它弄好 它就會歪掉這裡 蜗具 沒錯 這樣算小顆還大顆 其實這樣差不多都快可以採 因為我們都知道蜗具 好像是很普遍的蔬菜 對啊 沒錯 那在你們的農場 你們只種一種蜗具嗎 好像在網路上面 蜗具很多種耶 對 但我們主要種幾種 這種是吃菜在用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 只能夠做沙拉的 只能夠做沙拉 它就是紅罐蜗具 紅罐 紅罐蜗具 這個嗎 我有瞄到這顏色不一樣 這個就叫紅罐蜗具 對 它的葉子跟人家不一樣 蜗具一般來講 它的營養上面或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愛 以你自己做菜來講 你蜗具都怎麼煮 其實蜗具是很平常的菜 那我們一般像這種的有沒有 它可以燙過拌一拌一拌 它其實生菜上面 大家知道吃生菜就是它有一些 它的酵素 植物 天然的酵素 它不能夠經過加熱 所以其實它的 我們能夠吃生菜 就是它是要營養 非常有營養的菜 因為一般我們在吃生菜 除非真的很有研究 像我這個 都綠色 有顏色 就叫做蔬菜 所以我沒有想過說 蜗具 它也可以做成生菜這樣來做 可以啊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接下來可以採了嗎 可以啊 然後我直接拔起來還是 對 我們這個 因為其實它其實很漂亮 它的最外面 這成葉子都很漂亮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挑葉子了 一般我們會這樣子割 今天整顆拔起來就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它外面這層都很漂亮 好 你先拔給我看 不然我不敢 菜是你的耶 我們就從底下這邊有沒有 底下握住它的頭 拔起來就好了 對 我懂了 就是握到這個底 對不對 握在這個底 然後呢 其實土還滿鬆軟的耶 對 沒錯 真的 好 這樣就好了嗎 沒錯 對 漂亮耶 對啊 對 所以就外面那層比較黃的 像這種有蟲洞的 然後比較黃 比較冷的 這個不要就好了 所以兩顆就夠嗎 你確定嗎 今天的量兩顆就夠 兩顆可以做很多人吃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去採什麼 好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巴勒 我們現在採巴勒好了 好喔 OK 好 我們走 阿三哥 這就是你的芭樂園喔 對啊 這邊都是芭樂 沒有很多啊 我們以前這邊是整片 整片喔 對… 現在很多我們都留著 我們就留一些 夠用的就好 要不然這個真的是 喔 有喔 所以芭樂園 是你們家的主產就對了 是不是 我爸爸的退休金 你爸爸的退休金 不錯… 哪些芭樂園可以採的 其實這邊都可以啊 這邊都可以 像我們先採一些 我們等一下採 等一下夠用的就好 夠用的就好 我可以採嗎 可以啊 可以 好 漂亮… 對 這顆就很漂亮 所以我們就是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沙拉 另外一個食材就是這個 對不對 沒錯… 那不是還有一種嗎 這在採金棗 金棗 金棗在哪裡 金棗用它的金棗汁液 來點綴一下我們的沙拉醬 好 那我們去採金棗 OK 好 我們往這邊找 往回走 阿三哥 我看到了 這是金棗 這個我認識 對啊 還滿漂亮的耶 沒錯 可是剩下不多 為什麼 現在一直尾聲了啦 但是還夠我們用嗎 對啊 夠用 今天夠用 我們今天會用到大概四五顆就夠了 四五顆就夠了 沒錯… 你知道金棗跟金棘怎麼分嗎 對齁 金棗不就是金棘 金棘不是金棗 沒有…我們金棗的皮可以吃 對 它是不是可以只吃 我們現在等一下搓一搓 其實擦乾就可以吃了 試給我看…快點 哪一顆 這顆就可以了 這顆就可以了 你看 表面有灰塵嘛 所以我們把金棗搓一搓 低頭去掉 金棗就可以直接吃了 金棗是比較長一點的 沒錯… 金棘是圓的 金棘我知道是來泡集茶的 所以那叫做金棘 這個叫金棗 沒錯 這顆可以了嗎 可以…可以吃看看 我來試試看 搓一搓 沒錯 把它灰塵拍掉是不是 對 是不是 有 它這個皮還滿甜的 對 它其實皮不太會吃 那金棘呢 它的皮就不是這種口感 金棘我應該知道就是泡茶那個 沒錯… 好酸喔 所以我們要用的是金棗 金棗沒有錯 阿山哥這樣夠了嗎 夠了… 所以我們做沙拉的三種材料 這樣就夠了對不對 沒錯… 有金棗 金棗 芭樂 然後 鍋具 鍋具 快點來跟三個五菜四條啦 四處 settle 三一半會來… 藍寶這裡的生仔裡來 迴.. 出發吧 很像是本大 有一個很像是本大 感謝名榜 不要再走了 總共折來 收拾杯後 這樣要吃我們的飯 好啊 太美了 今晚8點 少年出發吧 就在中山超市三三頻道 阿歇也太會叫了吧 阿歇又叫Fu Panda Song 結果是瑪莎在Song 叫Fu Panda Song Song... 得意的一天熬鮮湯真有料 你看 獨門煎功夫 湯頭超濃郁 豐富肉塊 營養食材 五分鐘美味上桌 實在好料 得意的一天 有料熬鮮湯 平凡的日子 衣服有了新鮮香氣 就能沉浸幸福 全新蘭諾一五芳香豆 喜后持香十二周 一整天都沉浸在新鮮香氣裡 真的好幸福 燃諾一五芳香豆 新鮮喪市 寶貝還好嗎 下場的各位 優吼銘利金 添加法國乳鐵蛋白 同時補充益生菌和益菌生 專為寶貝們量身打造 精神活力不流失 優吼銘利金 各大通路皆有販售 優吼銘利 健康優吼 幸福元利 誰點歡樂送 你好 外單歡樂送 換一手消毒一下 這是你的餐點 謝謝 因為歡樂送 每件事都讓人安心 誰都想點歡樂送 獨家歡樂送 暖新聞健夾 網路訂餐滿350元 免費送 你問我選什麼鮮奶最好 她的笑容告訴我 新鮮就是最好的 福樂一番鮮 極限溫控技術 每一滴都是一級棒的新鮮 入場的餐桌 美味零距離 福樂一番鮮 讓我酸痛就煮了按你 緊腰關頭 別放氣 再給肩頸一次柔軟的機會 一拉就有感 肩頸鬆軟軟 從肩頸鬆到你心底 哇 真輕鬆 灰夜按你馬殺雞 按你 霉菌刷了 其實還在反覆生長 除霉不夠 更要防霉 日本風貝心革新首創 清完只要一放 全天候阻斷霉菌生長循環 防霉清新長達六週 哇 好乾淨 日本第一風貝清 還有織物噴霧 難洗織物 一噴消臭除菌 就像剛洗過 歐地歐 哇 以前的肌膚好Q彈哦 叮噹 動鈴 動鈴就靠歐肌兒 滿滿的蜂王乳和52種美容成分 喚醒你的彈力機 歐季兒蜂王乳凝露 OZO 貴格繽紛麥骨脆 大片草莓 及整顆櫻桃 搭配多彩古物脆球 鬆脆口感 還有多種營養 滿足全家人所需 一吃繽紛 美味滿分 貴格繽紛麥骨脆 要採收紅寶石 對... 這個好漂亮哦 看一下... 他要叫紅寶石 好漂亮哦 來 我們現在要被種盆栽 超酸的 越下面越酸 我知道為什麼他們剛要先滑了 好喝 黑黑在什麼菇 蝦蠅 這是什麼菇 蝦酥喔 可樂果 可樂果真的有加分耶 明天晚上10點 請問今晚住誰家 就在東森超市 三三頻道 各位觀眾 忙了一天 終於到了主持人 可以吃東西的時間了 沒錯… 但是還是要自己做對不對 沒錯 各位 我們今天在農場裡面 採到的所有的蔬菜 全部都在桌上了 今早不是荊棘 然後這是 蝸具 然後巴勒 現採的 馬上就要來DIY 我們的蔬菜沙拉 阿三弟怎麼做 好 其實蔬菜沙拉 前面很簡單 好 那這個菜我們剛好先洗過了 那其實它的切的大小 只一口大小就好了 如果你覺得太大葉的 可以再撕一段 好 我們要去把它水立乾 要盡量讓它甩乾就對了 沒錯… 好 那芭樂有沒有一定要切成什麼樣子 我們切一口 四口性 四口的大小就好了 不是切小 不一定 不一定… 芭樂籽要不要去掉 其實芭樂籽有很多的營養 所以我們留著 其實我們這邊 今天用四分之一就夠了 對… 好 那我現在就切金枣 金枣 金枣怎麼切 金枣我們先對半… 先對半 然後… 然後我們等一下 這邊的來當裝試用 對 然後它是順便有紙 所以我們可以順便去一下紙 要把它紙去掉嘛 對 我們有一半的金枣 我們留著裝試用 另外一些金枣呢 我們等一下把它稍微擠一點汁 到我們的沙拉醬裡面 喔 要它那個醬汁 那現在我們來調一個 我們比較特殊的醬汁 我們這邊在地有很多的茶園 是 所以我們今天用茶籽油 它是種中式的油 中式傳統的油 我們要加來調一個 茶籽油的沙拉醬 茶籽油沙拉醬 對… 我們今天是跟蜂蜜 一起做調和 我們做調和 如果家裡有檸檬的話 也可以用檸檬來取代金枣 不要啊 這個比較好 沒錯 這個比較甜 材質黃的 沒錯… 它的比例呢 我們大概抓1比1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 因為1比1還滿好抓的 我們今天就不另外秤 用大概秤了就好了 就是油1份 然後那個1份 是這樣子嗎 沒錯 OK 好 然後把它調勻 對 我們這樣子 把它調勻 剛剛原本是兩個分離的 是 現在就混在一起 現在沒有了 沒有分離了 對… 好像就可以擠 我們今天早智這邊 好 好 趕快往擠一點 吃 這邊吃 好 淋上去就可以吃了嗎 淋上去就可以吃了 真的 我淋可以喔 好 可以 就愛怎麼淋就怎麼淋 對… 你可以淋一圈 這樣子淋畫個圈 就算它盡量沾到 看起來也比較美就對了 沒錯… 各位 我們DIY蔬菜沙拉完成 完成 我對芭樂會有興趣 對 我們家的芭樂真的好吃 它有一種大地的香味 對 沒錯 真的很有種大地的香味 好 我們準備來做芭樂 好 我們準備來做芭樂 好 接下來我們要學做芭樂 是不是 芭樂 沒錯 芭樂 有請八三姐教我們怎麼做芭樂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我們今天做兩道 首先第一道我們做草莓芭樂冰沙 草莓芭樂冰沙 對 因為現在草莓最當勤 然後第二道 然後第二道我們農場有種植芭樂 我們做一個芭樂優格奶昔 芭樂優格奶昔跟草莓優格冰沙 我們就是比較提倡食材的原味 因為加水的話容易讓它稀釋掉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水果當成冰磚 我們先把它進行冷凍 這樣打出來呢 不用加冰塊也可以有那個冰沙的感覺 所以呢 草莓要先冷凍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芭樂也要先冷凍 對… 那這就是自然的顏色 因為芭蕉好像也 你剝了皮就容易氧化 對 容易氧化 所以這是自然天然的就會變這樣 對不對 是… 那我們要先做哪一個 那我想我們就先做草莓優格冰沙好了 草莓優格冰沙 好 開始 那首先這邊我可能要請你 先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幫我把優格 因為我們的優格是做無糖的 那下面的水果有甜 那我們必須要先把優格呢 先把它搖均勻 搖均勻 對… 所以這邊上面是優格 對 上面是優格 已經有草莓果薑 是 然後優格對不對 是 然後把它搖一搖 對 請你幫我搖均勻 那現在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冷凍草莓 我們先加到我們的調理機裡面 然後呢 我們加少許的冰塊就可以了 少許冰塊 因為其實我們水果都冷凍過了 現在要加入我們的草莓優酪乳 之後呢 就開啟我們的調理機 好 把它打到均勻就可以了 打到均勻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要加上一點點 我們農場自己種植的綠薄盒 漂亮喔 再來一個 還要這樣 好 你們女生就是不一樣 什麼都要儀式感 我們要儀式感 我就知道 來 這是我們的草莓優格冰沙 對不對 完成 草莓優格冰沙 那個酸是草莓的酸嗎 還是優格的酸 草莓的酸 妳是優格自己做的有差耶 對 有些外面的優格 它會太過那種 有一種我不會講的那種酸味 妳的不是耶 就像我們直接吃水果的果酸一樣 對 好喝 好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芭蕉優格奶昔 芭蕉優格奶昔 是的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我們農場種植的芭蕉 放入調理機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碎冰塊就可以了 我們芭蕉一定要有先冷凍過 冷凍過 剛剛有講過 所以它會變色 對 芭蕉本身的那個甜度來講 非常的高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用原味優格 無糖的原味優格 就不用油落落 那這原味優格我們在外面買得到嗎 可以用一般外面超市買得到 那妳這個是 這是我自己做的 妳自己做的 是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芭蕉 我們要把它倒進來 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點的碎冰塊 倒入一點點的碎冰塊之後 我們要來量一下我們優格要的比例 好 我們芭蕉這邊大約是200克 給大家一個比例去做參考 如果要在家裡做給小朋友吃的話 水果的部分我們都是抓200克 那優格的部分的話我們就抓一杯 無糖優格的 家裡的馬克杯 一杯的份量 無糖的喔 因為芭蕉本身就有 一定要有無糖 芭蕉本身就有甜了 是是是 那接下來就是一樣 很快的時間我們就可以完成 一杯好喝的優格奶昔囉 是 接下來這個動作我最會 好 就是準備吃 沒錯 這個最重要的步驟我們就交給你了 是 好 OK 這就是我們的芭蕉優格奶昔 一 做好了 好喝 我們今天的DIY成功 那邊滿口腔的芭蕉 鱼薄薄的 像是一個手工餅乾 鋪在上面 吃到沙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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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牌子這麼大一塊 有口感的 有口感的 無敵了... 也沒有面子啦 來... 我... 只有你這個沒水沒類的 今晚8點 少年豬爸爸 就在東山超市 三三頻道 食品濃郁 美味醬心 麥當勞帕馬森主廚雞腿堡 中年過後 健檢能過關嗎 當然 因為我健康不卡關 規格雙認證 調節鞋脂 改善腸胃 高蓋好吸收 幫健康打通關 鞋脂腸胃雙健康 規格雙認證奶粉 娘家滴基金 得到抗疲勞認證 可以熱給家人喝 抗疲勞比較不會餓喔 娘家滴基金 國家認證 不想再當泡芙了嗎 M2美度超能刷卡CP 早餐一杯超能奶昔 啟動代謝分解危機 餐前兩訂 刷卡AB定 循環排空 輕盈有感 M2美度超能刷卡CP 強力應援 M2刷卡AB定 窈窕雙霸主 買音速音熱賣中 頭皮問題反覆出現 海倫鮮肚絲 頭皮科研系列 三針修護頭皮 打擊三大頭皮問題 頭皮護理專家 海倫鮮肚絲 護名是學習的第一步 天地合佈 首創神經俏靈指 燕黃速洞 鞏固視神經網絡 維持暗處視覺 幫助精彩有神 擋桿手錄直達盡量 天地合佈 神經俏靈指 夜黃速洞 嚴選頂級堅果 完全無添加 安心履歷 有保障 磨水排 無調味堅果 樂享生活 健康萬歲 O6 保養瓶瓶罐罐 什麼都差不完 叮噔 8秒保養 就靠O企鵝 六下合一 讓保養輕鬆搞定 O1的首選 O企鵝豐王乳凝露 OZ喔 高達9成國人的蔬菜營養 都攝取不夠 年紀增長容易造成排便不順 身體新陳代謝下滑 天帶精神差 氣色差 想要輕鬆的補足蔬菜膳食纖維 我推薦 三能力的極脂青汁 幫助補足豐富蔬菜高鮮 讓排便順暢 打造順暢好體質 富含比一般蔬菜營養價值更高的 三大高鮮膳食纖維 一杯幫助完整補充三大健康力 天天喝 全面鞏固好健康 更添加日本乳汁煎茶和抹茶 讓極脂青汁像茶般順口好喝 我覺得我現在每天喝青汁 整個膳食纖維就夠了 也很健康就好 訂購即送三包增量包 最高想85折 最多送15包全台免運費 快來喝極脂青汁 喝出順暢好代謝 撥打0800321125 0800321125 得意的一天熬鮮湯真有料 你看獨門真功夫 湯頭超濃郁 豐富肉塊 營養食材 五分鐘美味上桌 實在好料 得意的一天有料熬鮮湯 從頂客族到有兩個小孩的家庭結構 室內裝修的需求截然不同 幸福空間主持人娶愛玲 多年好歷後 把家交給張進鋒設計師 打造專屬的時尚機能美宅 主廚到我家 我們又準備要來學習 好吃的蔬食料理了 為你邀請到 是大家很喜歡他的金牌主廚林順志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順志 很受歡迎 謝謝 菜做得好 人長得帥 今天為我們帶來蔬菜的是 我們的阿三哥農莊兩位兄妹 你好 大家好 張雨婷 張哲月 名字都在這裡 然後帶來什麼蔬菜 我們今天帶來的是 是厚墨菜 那這個跟平常我們看到的蔬菜不一樣 我們在它的農莊裡面都有看過了 厚墨菜 沒錯 我們的金牌主廚 是 就這道你要為我們做什麼料理 我來做一個西式的農湯 這道菜叫做厚墨菜迅菇農湯 厚墨菜迅菇農湯 首先的話我們會把這個厚墨菜 先處理一下 那它的菜呢 我覺得比較種得非常漂亮 非常大朵 好大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呢 建議就是把它切小塊一些 好 我先把它切小塊 好 我們如果一次不能夠 比較不會切的 沒辦法切那麼 我們可以分開一片片間 對 好 再來是我們種濃湯 必須要有一些爆香的材料 像是這個西芹跟紅蘿蔔 把它切成小塊小塊就可以了 大概切一下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都要加到 果汁機裡面打 這個也要打嗎 對 好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馬鈴薯 馬鈴薯 讓它打的濃湯會比較濃稠一些 對 再來是這個紅喜菇 紅喜菇 又出現了 對 我們把它蒂頭 先把它削掉 然後也是切嗎 我們大概用剝的就好了 用剝的 用剝的 好 其實這個剝一剝就煎一煎就很好吃了 好 那我們的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烹調了 好 首先我們先熱鍋 那第一個步驟 我會先把這個油先把它加下來 就是橄欖油 橄欖油把它加下來 好 爆香料都可以下來了 紅蘿蔔 還有西芹 好 下來 好 那它做爆香 它一樣大火沒關係 對 沒關係 好 那因為這個紅蘿蔔 以及這個西芹 它的水分比較多 所以你在炒的時候不用擔心說 火太大會燒焦 其實不會 我們大概炒一炒就可以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厚墨菜 也要炒 對 也要炒 現在目前是半熟的狀態 好 所以我們就加一點馬鈴薯進來 馬鈴薯也要炒 對 馬鈴薯也要炒 好 這是我們加的義大利香料 讓它有一個義大利的香氣 我們一般義大利香料 是不是在賣場都可以看得到 都買得到 好 OK 好 再來是我們的胡椒鹽 加一點點下來 先做一個基本的調味就好了 好 加下來 好 下來之後我們的水 高湯 就可以加下來了 好 好 水淹過它就可以了 好 水淹過它就可以了 好 把它煮 好 把它煮軟 它這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讓整個蔬菜的鮮甜味 先把它煮出來 然後還有馬鈴薯 把它煮軟 所以我們在馬鈴薯 在切的時候就是不要切太大塊 了解 所以會比較快熟 好 OK 好 我們來炒我們的香菇 我們的紅喜菇 紅喜菇 對 這樣它用煎的方式 讓它煎香 把它煎香 好 讓它煎一下 好 這個煮到兩三分鐘完之後 我們來加到果汁機裡面打 我來顧這一鍋 好啊 好 把我們的高湯倒進來 OK 好 打完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倒在我們的鍋子裡面 也要做一個持續的做加熱 好 把它倒出來 你看它的顏色 就 哇 翠綠咧 對 就很漂亮 漂亮 對 繼續讓它加熱 對 把它煮滾 好 這時候會加入一點鮮奶油 鮮奶油 對 讓它做乳化 那我們就攪拌完之後 來加入一點點的鹽巴 或胡椒鹽做調味 胡椒鹽 對 胡椒我喜歡 對 讓它的香氣產生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擺盤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進來 好 我們再把菇把它放上來 要煎到金黃色對不對 對 好 把它放上來 OK 這樣就漂亮了 對 這樣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呢 用阿三哥農莊他們家的 厚墨菜 厚墨菜做成的 厚墨菜燻菇濃湯 我們準備要來吃了 好 阿三哥 好 我來吃了 來喝 好 來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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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通常厚墨就是很家常的 用炒的在餐桌 現在變得很稀釋 很像吃餐廳的感覺 這個口感就是變成說 我喝不到叫做湯的味道 反而好像都是菜汁 是不是這種感覺 對… 好 這道就叫做 厚墨菜薰鍋膀湯 然後等一下 我們要趕快 立刻來進入第二道 那我們第二道 要為我們做的料理是 洛神花優格杯 洛神花優格杯 對 請問阿三哥 阿三姐 你們帶了什麼食材 我們先帶了我們農場自己 無毒在種的洛神花 還有以及我姐姐最厲害 她自己發酵的優格 這優格就是你們自己的 對 這個也是你們農場裡面的 沒錯 厲害了 優格耶 自己做 對 好 那會不會算簡單 不會 就是主要就是儀式感 儀式感 好 來 儀式感來 開始 好 主要是把這個草莓 我們把它對半切 好 好 那這個奇異果的部分 奇異果 把它去掉那個外面的皮 好 接下來我們這個步驟呢 很簡單 我們準備的是這個優格 然後把我們的洛神花的醬 把它加進來 先做一個染色 是不是也比較有味道 對 也比較有甜味 我們把它加進來 做一個染色 好 阿三姐 你這個洛神花 就是在你們農場 就自己這樣釀 對對對 OK 好 我們攪拌完就可以了 好 我們開始來擺盤 好 那我們底部先放這個 剛才調色過後的這個 洛神花的優格 把它加下來 來 光現在這個顏色就已經滿夢幻 對 這個應該是很多人看了就已經覺得 哇 好 夢幻 好 加上來 好 那我們一層一層的堆疊我們要的食材 好 像這個核桃 那我核桃不喜歡 我可以換腰果 可以 杏仁 都可以 再放它奇異果 水果可以換嗎 可以啊 就是看你喜歡吃什麼也都可以把它加下來 好 然後再來 加入這個 像燕麥這些 像水果的燕麥 脆脆的 好 我們再加入我們的白的優格 再一層 對 再一層 要淹滿嗎 不用 讓它有漸層顏色就可以了 好 各位 真的很漂亮 好 那我們再加下一個食材 好像藍莓 藍莓 對 阿山姐 那個藍莓是不是也是女生心目中的夢幻 是 是 是 沒錯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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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上面我們再補一層 還要再一層 對 就是有漸層的顏色 好 把它加進來 然後呢 還有這個草莓 好 上面再放食 花又來了 對 對 對 好 放食用花 各位 這個就是所謂的食用花 我們上次曾經有吃過對不對 對 就比較漂亮啦 今天我們介紹的主廚到我們家有濃湯 是 有甜點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吃甜點好不好 OK 各位這裡面真的是 你剛剛看到的水果非常的豐富 加上優格 說起來加上堅果 所有養生的人都知道 這夠養生 夠健康 對 這小朋友也會喜歡 真的喔 我們家的優格呢 特別的濃 而且吃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跟果醬是搭配 也許喔 我為什麼說也許 因為我平常吃到的那個優格 就是一個酸 然後奶的那個味道只是醬 所以你們都沒有 好 各位 我等一下留著自己好好的吃 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主廚到我家呢 就為您介紹一道濃湯 以及這個優格杯 不要忘了喔 現在時間差不多囉 11點到11點02分 趕快上到我們的 蔬食好時尚的臉書 然後去留言 那就可以有機會獲得我們 阿三哥濃妆為我們準備的 三份好禮物 趕快喔 就這兩分鐘喔 好不好 下禮拜同一個時間 早上10點鐘 一起收看我們的 蔬食好時尚 生活最健康 下禮拜見 有 слова 特別是從小到尼北 。 最後到尼北 去年有幾天 呀 得到尼北 在尼北 要得到尼北